说可能就体系上它是分极跨 那么第一块讲经济增长 那么也就是从我们今天讲了 如何测算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民收入开始算起 好 什么是微观经济学 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那么微观经济学最早做翻译的 当然我们大陆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咱们搞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可能是不允许引进西方的一些东西的 那么台湾在日本翻译这个英文的基础上 他们借鉴了日本的翻译 把这个微观经济学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个体经济学 那么微观经济学我们上学学的 那研究的就是单个的家庭 或者是单个的厂商如何make decision 如何做决策 同时研究他们这个家庭和厂商他们彼此之间 又是如何相互作用 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这么一个市场这个概念 比方说我们讲的market 市场 各位不要忘记 宏观也讲市场 微观也讲市场 那么我们微观讲的这个市场 一定是个体的市场 比方说理发店 男生这个头发剪五分钟之内 一个头五块钱 八块钱 女生剪一个头一个小时 对不起要五十块钱 那么这个是理发店这个市场 那么小麦市场 大豆市场 乃至是我们是去这个桂圆食堂 吃饭的那个一个菜价 多少钱的一个市场 那都是个体市场 那么我们宏观经济学研究什么东西呢 注意 宏观经济学 它这里面讲的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s a whole 研究整个经济的一个行为 那么换句话说 我不研究个体 我研究总体 所以在台湾当时翻译这个 macroeconomic 翻译很有意思 翻译什么呢 借鉴日本的翻译 叫巨石经济学 你想大石头 那么后来大陆的翻译很有意思 就是说大陆的翻译 让台湾的翻译人士觉得 哎呀大陆这个翻译非常奥妙 翻译成宏观经济学翻得非常好 好 当然这位这个 最早翻译的这位老师 也是哈佛的这个博士毕业 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一位老师 好 那么这个宏观经济学研究总体行为 或者说研究整个经济 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经济行为 那么它要解释什么东西呢 它要解释这至少这三个变量的这种变化 第一 这个许多家庭 许多厂商 它们同时在市场上如何相互作用 如何引起经济变动 好 那么这里面 经济的目标 就我们下面马上就设计到这样几个 第一 如何设计经济增长 第二 如何促进充分就业 第三 如何保持物价稳定 那么在咱们中文的教材上 还加上了第四条 如何促进收支平衡 那么这里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收支平衡这一点 自从中国从1991年以来 我们的外贸就没有平衡过 一直是什么 贸易顺差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的市场价值 大于进口的市场价值 也就是为证数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它从90年代 它从80年代开始 它的贸易就不是顺差 也就是利差 换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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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国际收支 它也是不平衡的 它是一个负质 它是一个负质 好 宏文经济学 那么我们要回答这样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人均收入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会高 比方说 现在人均收入最高的 像发达国家 高收入国家 全世界50个 最低收入的国家 全世界45个 中国现在属于哪一个档次 按照人均购买力 平价换算的标准 和按照汇率换算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200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 200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 反映的是2007年的数据 2008年的发展报告 反映的是2006年的数据 就是前两年的数据 那么2006年 我们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换算是多少呢 7740美金 7740美金是个什么概念 那么按购买力平价换算 也就是说我在中国买一个麦当劳 多少钱 三块钱人民币 是不是 在美国买一个麦当劳 四个美金 那么也就是说 他四个美金就等于我们的 12块钱人民币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应该来说价值 就是购买同样的东西 我的钱应该是等的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是7740块钱美金的话 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来说 还算是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在按汇率换算 我们现在是多少 按汇率换算 我们2006年的人均GDP 是2140美金 2140美金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是世界发展报告 或者世界银行 它每年这个数据在调整 原来是765 人均低于765美金 即以下低收入国家 766美金到3000美金 中低收入国家 那么按这个标准 框算就是3000美金 现在提高到3200美金 那么就是中低收入国家以下 3200美金以下 那么按汇率我们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如果按购物的评价换算 那么我们是中高收入国家 3201块钱到 10100美金为中高收入 10100美金以上 高收入 所以 现在发生地震的像资历 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它的人均GDP按汇率换算 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它比我们要来的高 好 我们的南亚这些国家 我们都在比方说印度尼西亚 按照汇率换算 我们是2140美金 它是4000 它是7000美金 那么它6700 6700美金 它比我们高 那么按这个来算 它是中高收入国家 好 这是收入 全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 我们都知道 在哪里 撒哈拉 撒哈拉以南地区 或者叫次撒哈拉非洲地区 好 人均收入有的高 有的低 好 第二 价格 那么价格 在有些年份会急剧上升 在有些年份会趋于稳定 甚至在有些年份还趋于下降 拿中国来说 我们在经济增长的几个快速期 第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的 1984至1988年 经济高速增长 同时半数物价增长 物价的高涨 第二个时期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那么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也就是 92年以后 那么就是92年 下半年开始 92年春天 是吧 对 跟他讲话 好 92年下半年就出台了 十四大 好 92年的下半年到95年 这个时候经济高增长 那么经济的高增长 伴随着物价的突破增长 第三个时期 2000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 那么西部大开发之后 也就是从2000年的下半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去年 应该这样讲 或者说前年 2008年 因为2008年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07年下半年 07年7月份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 就变成了金融危机 然后金融危机 有一个滞后性波及全球 那么中国也不能幸免于难 那么中国08年还好 影响不算很大 有影响 但是09年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好 就是08年09年 对中国影响很大 那么也就是从2001年 到07年 我们经济是高增长的 好 三个高增长期 都伴随着物价的高增长 那么我们中国出现的经济 物价的下降没有 也有一个时期 一个典型的时期 不要忘记 那么也就是 1997年为分水磷 1997年我们国家 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换句话说 由供不应求 变成供过于求 供不应求 只要是个商品 汉人街的水货 那个衣服一抖扣子全掉了 照样有人吧 供不应求嘛 到了97年以后 供过于求 多少商品供过于求呢 80%的商品 到今天 接近90%的商品 供过于求 供给超过需求 所以供给超过需求 只有在供给超过需求的 这个大背景条件下 人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消费者是上帝 大家 我们原来都在教会上 消费者上帝 我们都没觉得 都觉得我们消费者 好像比什么都不如 但是97年以后 慢慢慢慢的 人们觉得 消费者是上帝 你去餐馆吃饭 如果那个服务员 给你脸色行事 你可以把服务员训吃饭 或者说我不训服务员 我把领班叫过来 训领班 这样的 在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供不应求 供过于求 供不应求 那个时候消费者 因为能够找得到 这种东西不错了 大家不要忘记 在咱们的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是一个什么时代 干什么都得评票 是不是 买个电视机 要电视机票 自行车 自行车票 那个时候电视机奢侈品 很难收忘了 就是我们讲的老三件 是吧 哪三件 自行车 手表 缝纫机 老三件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那种水平 然后老三件变成新三件 彩电 冰箱 洗衣机 这是所谓90年代中期 就是初期到中期 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再到现在 我们都知道 现在叫五指登科 是吧 那么要房子 首先第一 房子 车子 等等 那么这一些 实际上 预示着 生活在改变 那么在中间 这个下降的 这个时期 就是97年到2000年 97年 我们国家 之前我们都是 供不应求 突然变得供过于求 厂里面的东西 卖不出去了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这个时候卖不出去 就要想折 那么有的企业 没有想折的 就从此销声匿迹了 或者说倒闭 那么有的 及时转轨的 企业就心心向人了 那么97年到2000年 这个时期 我们国家给它界定 叫什么东西 有效需求不足 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物价是 不是通货膨胀了 而是 通货紧缩 97年到2000年 通货紧缩 那么这个时候 钱就很值钱了 那一块钱 拿出去100块钱 那一个月 我们记得当时 一个月的生活费 200块钱 能够买很多东西回来 那你去商场 不需要说不像今天 100块钱打开 不知道怎么花掉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 好 那个时候 通货紧说 物价非常便宜 那么也就是说 同样的货币量 能够购买到 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好 这是我们国家 唯一的 目前看来 唯一的一个时期 还有一个时期 物价非常稳定 我们都知道 改革开放之前 改革开放之前 那整个 接近30年时间 物价是非常稳定 工资 恒定不变 那同时 物价也恒定不变 这是第二块 物价 那么第三块 生产和就业 那么生产和就业 在有些年份 会比较的扩张 有些年份会收缩 这也就是我们 后面会讲的 经济周期 那么我们目前 处于经济周期的 哪一个期呢 下降 或者说在回升 就是在底部的那个区域 就是我们叫山 山谷的那个区域 而不是在山顶的那个区域 好 那么我们2000年 到2007年这个区域 应该来说 是属于山顶的那个区域 或者说是上升期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繁荣期 宏观经济学 作为一门学科 它的出现 是出现在 二十十几三十年了 它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那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他当时之所以 写这样一本书 他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 那么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 按照当时的理论 按照当时的理论 赛医定律 解释不通 赛医定律是什么东西 有一个最经典的一句话 supply create it's wrong 对吧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如果用供给创造需求 没办法解释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 那么凯恩斯以前他的一本书叫货币论 货币论建立的基础就是供给创造需求 后来由于出现了1929至1933年的这个大危机 所有理论都解释不通 好 凯恩斯在静下心来看书 看谁的一本书呢 从我们后面的马上要学的 他的这个人口论的代表人物是谁 马尔萨斯 那么马尔萨斯的这个经济学原理这本书里面 他找到了灵感 马尔萨斯的这本书 经济学原理到今天也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 那么他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有效需求理论 那么在我们都知道 马尔萨斯在当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萨伊丁丽在主流 当然马尔萨斯的这个思想肯定不为大家所接受啊 但是到了30年代这个大危机出现以后 凯恩斯读这个书深有感触 然后他在他的这个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里面 他写了这样一句话 说我借用这个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这个词 effective demand 好 你用这个来解释什么呢 解释经济大危机 好 这本书一出来1936年出版 一出来轰动全球 那么在30年代40年代 那个时候学经济学的人士 就是美国的 那么差不多人手一本 凯恩斯的这个通论去读 好 那么这个通论里面 他解释了把萨伊定律倒个个 他认为不是供给创造需求反过来 而应该是需求创造供给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顾客是上帝 好 那么既然是需求创造供给 那么经济大危机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经济大危机就是因为需求不足 或者换句话都叫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 消费者没有那么一个购买力 你企业生产出来的面包我买不起 所以就出现了商品堆积如山的一种现象 那么对于商家来说 就出现了一个两难 如果我仁慈之心把面包给消费者消费 那么我这个企业就干嘛 成本就收不回来 如果我不把这个面包给消费者吃 我挖一个坑把它埋起来 这个价格导致维持不变 那么后来他选择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能看过那个时代的那个报道一些 牛奶整车整车的往江河湖泊里面倾倒 为什么价格太低了 如果说他再有更低的价格来出售 又会引起市场的价格的进一步下降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恶性竞争 就是价格竞争 好 原因就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好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大家不知道未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对未来的前景看淡 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这就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格局 像美国19007年的这个经济大危机爆发 引起全球的恐慌 到今天为止 西方国家或者说欧美这些发达国家 没有哪一个感 信誓旦旦的说 我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条件下 那么坎斯的这个通论就被大家广为接受 那么美国考虑两点 第一考虑到这个坎斯的这种思想的这种传播 或者它的影响 第二担心再一次的这个经济危机 那么所以美国国会就断言 说美国政府应该对经济绩效承担责任 或者说来负责任 那么经济绩效也就是说经济的这个表现的好与坏 好那么这个经济的绩效 具体来说 它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反映 也就是我讲的 那么说政府必须第一 要致力于促进的经济增长 或者说产出增长 第二要致力于促进充分就业 第三要致力于维持物价的稳定 好 那么这是政府的职能 或者说这是政府应该在 这个经济里面应该扮演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讲的三个作用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三十一十二 好 1946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就业法案 就业法案 那么也就是说要维持它的就业 所以到今天我们国家出口的商品 频频遭受美国欧盟的反倾销或者说等等的这个什么高关税壁垒等等 其中的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认为我们的产品 冲击了他们本国的产品 那么本国的产品是由本国的劳动力所创造 那么也就是说影响了它本国的就业 那么也就是说它以影响它的就业为由 它可以对你的产品征收高关税 或者是实施配额限制 或者是实行对你实施什么反倾销对你进行侦查等等 好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就业 好 最近 欧洲有两个国家工会大罢工 是不是 那么闹大罢工 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东西 工人的就业 就是因为工人的就业 好 那么所以他们就业是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首先第一 无论我们前面讲的这三个目标 都实际上构成了宏观经济学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几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我们看看产出和就业 为什么在有的时候会下降 在有的时候会上升 那么失业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减少 有的时候会增加 好 比方说到今天 2010年 那么欧美的这个失业率 几乎是近50年来最高的 有的国家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 两位数的失业率 超过10%的失业率 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业率 前不久 前不久咱们的香港 香港的失业率 去年报道是说已经高达8% 8%的失业率 所以这个香港政府 他就想方设法如何去创造就业 好 整个对于西方经济学 这个学科来说 他分析的这个前提是计划经济 还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好 由于整个市场经济 那么他又表现出经济周期 也就是说有繁荣有衰退的 这么一个经济周期 那么在美国 最近两次经济危机 或者说经济的衰退 第一个就是1990年 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 第二就是2007年 一直持续到现在 还没有步出来的 那么就是2007到2010年的 这么一个经济衰退 好 这个还没结束 那么我们来看看 1990年至1991年的 这个经济衰退 造成了大量的商品 和服务的生产的减少 这是第一 产出减少 第二 数百万人失业 那么对于二战以后的 大部分的时间 宏观经济政策的 一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如何运用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来削减 或者说来缓解 这个经济衰退和失业 它的这种不良后果 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 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 我们如何去烫平经济周期 各位在座的女生 可能比较会烫衣服 一副皱巴巴的一趟平了 那么也就是说 让这个波峰和波谷的垂直距离 不至于过大 那么这个用什么政策呢 用货币政策 或者是用财政政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来说 我们更多的用的是财政政策 而美国这个经济体 它更多的用的是货币政策 这是不太一样的 欧美都是这样 更多的用的是货币政策 不得已了 用财政政策 那么我们习惯的用的是 对于中国来说 习惯的用的是财政政策 因为货币政策不是不能用 用了效果不大 为什么效果不大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97年 我们的这个经济衰退 那么我们国家实施了 这个货币政策 好 那么这个货币政策的实施 带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货银行的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 97年 1998年 这两年 一直到99年 这几年时间 这个利率 存款利率也好 贷款利率不断地下降 最低下降到 存款利率1.98% 好 降下来以后 本来是想同时 第二 开增利息税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开增了 想说你想 你乘100块钱 我跟你收 如果有10块钱的利息 我收20% 还有80%不刺激你消费吗 对不对 效果不大 你这样做 存款的利息 还是一如既往存款的 存款额度 总额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还在增加 所以到去年 前年 我们国家干脆把利息税干嘛掉了 存款 存到银行的20%的利息税 干脆减少到5% 那么这个力度也是很大 也就只有5%了 知道 我们也就是说 用货币政策 降低利率的办法 征收利息税的办法 想刺激它的消费 对于我们来说 效果是不大的 原因是我们的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并不通常 传导机制并不通常 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更多的用的是 财政政策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